Hello 大家好 现在就是在2020年北京车展的保时捷的展台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一辆车真的可以跟很多女孩子分享 因为其实这一辆车已经发布有一段时间了 是一个冰美粉色的Taycon 然后当时它的售价就很吸引人 因为是88.8万 一个很入门款的价格 同时它能给你的是一个跟Taycon Turbo S同样的一个外观 包括差不多的一个内饰 它可能只是在性能上 包括在电池上有一些区别 所以这一辆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 然后侧边呢 可以看到它选了一个这样的空气动物学的一个轮毂 然后包括它其实是一个这样的探线的 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快充的充电口 你下面一摸它就打开了 然后包括你想把它关掉 也是一摸它就关掉了 然后这样的一个快充呢 它其实是有800V的一个高功率充电 然后大概5%到80%的这样的一个充电 时间只要30分钟 来看一下车里 车尾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尾翼 在你的车速达到90迈的时候呢 尾翼就自己打开了 那其实它还可以在中控上去手动打开 包括你可以看到Taycon特别漂亮的 就是一个贯穿式的尾灯 而且它的贯穿式尾灯 还可以看到这个POSE的标志 在里面有一种玻璃质感的感觉 是不是特别的精致 看看车内吧 这辆Taycon它的内饰呢 是一个树梅子加板炎灰的一个配色 而且你坐到车内呢 会有一种它把冰梅粉反射到车内的感觉 就还挺低调的 然后呢 它其实这辆车作为一个电动版本 它一定会有很多的这种智能科技的配置 比方说它有一个16.8英寸的液晶仪表盘 然后在这个上面呢 你可以去切换不同的一些显示模式 经典啊 包括一些简洁的啊 包括地图的等等 就在这个屏幕上可以去自定义 那中间的这个显示屏过来呢 你就可以去选装一个9500块的 副价的一个显示屏 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因为你再买个手机都要1万块钱 对不对 包括在中间的这个显示屏呢 其实还可以去打开它的尾翼 所以其实不仅仅在达到90麦的时候 可以打开尾翼 通过中间的这一个显示屏也是可以的 那还有呢 就是你会看到在车的上边 会有一个小小的仪表 然后包括方向盘 会有一个小小的旋钮 这就是它的一个FC的组件 选中了这个之后呢 你可以通过方向盘这个小旋钮 去切换它的驾驶模式 其实呢 你开这辆车的时候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它的一个很大的全景玻璃片幕 它是会有一个低辐射 然后包括可以隔热 这样就会开车的时候 视野都特别通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